在新一批飞行员获得航母飞行资质的同时 辽宁舰航母的最新训练画面也随之曝光 我们可以看到5架歼15舰载机 在航母的前甲板上摆出了舰式造型 那么有分析称这说明中国舰载机超短距起降已经成熟 那么歼15飞沙如今的战力究竟如何 除了歼15中国未来的国产航母上还会有哪些舰载机 它们之间又会形成怎样的战术配合呢 作为中国的第三代战斗机 歼15具有作战半径大 机动性好 载弹量大的特点 可根据不同作战任务 携带多型反舰导弹 空空导弹 空地导弹 以及精确制导炸弹等精确打击武器 作为舰载机 歼15的每一个细节都大有讲究 它的机翼 评维等都是可以折叠的 为了就是能够有效利用舰上调运空间和停放空间 同时考虑到海洋延误的腐蚀性 歼15在密封 排水及材料选择等 都做出了许多改进 在此前曝光的照片来看 歼15舰载战机的肚皮下面 还挂着一个伙伴加油吊舱 加油速度快 从央视近期披露的画面分析 辽宁号航母上当天露面的有八架歼15 加上机库中可能存放的数量 足以组成一个舰载机中队 好的 我们继续来请教评论员陈虎 请问陈先生 如果有足够数量的歼15舰载机登上航母 您觉得他们有能力执行哪些任务呢 那么我想呢 就我们这个航母的情况 我们用一个基本的数量 做一下这个使用和战力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我觉得呢 用24架来做一个评估比较合适 那么24架歼15它能够干什么 咱们讲一个最通常的使用状态 那么24架歼15 其中你可以用12架来保障 你的这个航母战斗群上空 始终有两架舰载机 处于一个空中待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另外的12架的舰载机 你可以作为空中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在航母上待战 也就是说这24架可以保障你的 舰队防空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同时又保留一个对地攻击的机动力量 如果这24架飞机在实战当中 我们按照正常的出动能力的话 一昼夜大概可以出动48架次 那么48架次的歼15 我们用一个不是很高的装载能力 4到5吨的装载能力的话 那么大约呢 可以装载和投放大约200吨的弹药 如果按两枚打击一个目标的话 那么这样一来呢 大概就是可以打击近百个目标 除了舰载机之外 首艘国产航母的建造进度也备受关注 8月25号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首艘国产航母的建造进展顺利 正在按计划推进 我们的这个国产航母是既有外在颜值 更有内在气质 此前有外媒从一张卫星图片上分析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已经接近完工 只差舰岛尚未安装 未来的国产航母会有怎样的舰载机编队 根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分析 为适应中国未来航母 歼15可能会被改造成多种机型 比如教练机多用途战斗机 和类似美国海军EA18G咆哮者的改装电子战飞机 此外弹射版歼15也是未来研发的方向之一 另外第四代隐身战机歼31和歼20的其中一款 可能也会登上未来国产航母 辽宁舰上目前装备的直18G预警直升机 直18F反潜直升机 直9C救援直升机 在国产航母上的出现几率也很大 好的 我们继续来请教陈先生 那么有消息称呢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已经接近完工 那么您觉得中国第一艘的国产航母 可能会搭载多少架舰载机呢 应该说第一艘国产航母呢 跟辽宁号是同一个级别的航母 但是它的设计进行了一些优化 特别是机库啊等等这些设计进行了优化 我相信它的载机数肯定会超过辽宁舰 那么按照通常来说 这样一个吨位级别的大中型航母 总的载机能力应该是在40架左右 刨去其他的比如说预警的电子站的反潜的通用的直升机 等等这样一些辅助机种之外 舰载战斗机的数量应该呢是在30架左右